好了兄弟们来看一下这个89级地府咱们言归正传啊这种号的话每看一个就少一个然后这个89级他拥有的限量强锐呢叫做地争这种东这种号看完一个少一个下次再看的时候就没有这种新鲜感了 无级别加笑里藏刀我们所熟知的150的无级别笑里藏刀啊一个鞋两双130的啊这是17段的无级别笑里藏刀比无级别流云凝质光辉指甲放下涂刀破甲啊都要好一个档次 笑里藏刀是一般来讲是仅仅次于京星和罗汉的一个特技项链的话是无级别水晶啊突然戴了个130的大笑里藏刀的帽子换了个水晶的项链居然觉得也就那么回事吧啊腰带的话无级别分动也就那么回事吧竟然没带特技啊同样是三孔70级是三孔但是70级带特技的腰带曾经出售的价格达到十多万当时震惊了整个梦幻圈子大家都觉得是自导自演结果后来发现那个腰带的价格就是这么多钱啊 问过69级第一指挥他说70级腰带无级别大特技加分动之所以之前因为他也学特技了他也学分动腰带了啊 现在的价格当时那个十多万被大家全民嘲讽的腰带现在估计五六十了吧啊 啊罗汉加神勇双加38啊无级别衣服啊无级别衣服 无级别衣服这个衣服的话17段宝石啊能把17段衣服你就知道肯定不是持中之物了 17乘以12啊出防肯定很高204然后再减去个454出防250250的防御一般也不值得上这么高端的宝石啊 他肯定是双加高啊双加53熔练了32点防御过日 再减去一个32衣服的话综合是282然后再算上一个双加28再加上25啊 再减去熔练的两点再乘一个1.5减去一个76.5 这衣服综合属性358的初始先当于300防御极限单加啊 他这双加的衣服确实好好了啊89级的号再带了一个无级别流音鞋子啊 这无级别流音鞋子和这个无级无级别笑嘴仓刀这都是天花板啊 耳饰的话也就那么回事吧竟然没有带100的超级简易 竟然觉得有点欠缺啊三封印啊可能是因为啊地府的话只能带封印速度是多余的 所以说没有100级超级简易封印的情况下他只能买属性全报的 国标是8啊报完属性是14啊 容炼是加1减1的综合属性可以达到360了 上次综合属性比这个好的衣服我就见过那个无级别慈航女衣啊 超级简易双法防一吸血超级简易双防运反防啊 这个这样的超级简易零事我曾经还鉴定出来过一个呢 我那时候是1万多啊好像是给加拿大的一位老板鉴定的 当时好像市场价是13000啊好像当时9000卖的朋友 这个现在这个灵石多少钱了 七级的剑步如飞啊没想到身上带着七位数的装备灵石 的中灵石套装还有进步的空间啊七级的剑步 这个现在多少钱了 就是这这这这种灵石啊我那时候鉴定出来的时候卖了1万多最后9000多卖的啊 啊还有一个利耐的无级别啊以及150的观赏的刀啊 看一下巨魔王拿刀帅不帅巨魔王拿刀丑的一逼啊 这地争的颜色真多总拿冠军啊89级王者 好了看啊精青加专注有机会省蓝腰带的话是愤怒加野兽啊 这个不是无级别啊然后还有一套任务的立地服装备 看一下他们的宝宝是不是全出其不意啊 这只立批 这只立批避雷 我觉得老板不是没有实力去更新最极限的宝宝而是没有动力 就是以现在的这种投资情况就已经能拿到这么多89级的冠军了 这就是等于175级的战火雄旗 在89级你已经没法证明有人比他更强了 因为在X9没有武神弹的情况下 这就是最强的限量小锐啊 地争 这只11技能的静台妙提啊 立批必来啊 这种都是不值得拍授决的啊 这几只宝宝我觉得我也行 出其不意加一只加金金法宝没有高敏啊 8技能完美技能三只一致啊 然后这只宝宝格子要多了 这只宝宝15技能啊 15技能等授决啊 这只宝宝可以拍立批 静台妙提高速一个归速一个啊